新尼斯 雖然一样叫尼斯,但新尼斯被发现的地方其实不是尼斯湖 而在太平洋上面 在1977年4月25日 日本沿船瑞陽縣在紐西蘭基督城東邊的50公里海面上 發現了一具龐大而且形狀古怪的腐爛屍體 一具死屍長達10公尺,重達1.8公噸 由於瑞陽縣是商業沿船,沒有辦法載著這麼龐大的死屍 加上屍體散發出腐臭,船員擔心會影響他們普通的漁獲 因此就吊起了一個小時,拍了幾張照片 保留屍體的幾隻殘蟹,然後就丟到海上 照片判斷,他最明顯的特徵是身體肥大 而且有一條長長的頸形狀,像一些已經滅絕了的恐龍長頸龍 亦都像尼斯湖水怪一樣,因此就被人稱為新尼斯 至於新尼斯的真面目到底是什麼? 有很多學者都加入研究的行列 並且在1988年提出瑞陽縣捕獲未確認生物的調查報告書 其中沒有判斷到新尼斯是什麼一種生物? 另一方面,在分析過瑞陽縣所保存的殘骸組織之後 科學家認為這些組織可能屬於一種叫做老沙的鯊魚 老沙的體積龐大,僅持於世界最大的動物禽鯊 跟其他鯊魚不一樣的是,牠不會主動要追憶這些食物 而是類食性魚類,人類主要食用的魚翅而大量暴殺這些鯊魚 令牠們已經貧流滅絕 應該是因為牠們的身體各部分都腐爛得太快 才會令到申尼斯這個怪物有這個名字 但曾經在瑞陽院親眼見過這個屍體的營養師所做的掃描 以及船員的目擊證詞 這具屍體不單止臘骨的形狀和鯊魚不同 身體下半部還有著鯊魚母的奇竹 因此也有學者判斷他們說他們是老沙的太過輕鬆 也可能是古代的長頸龍的後裔 最後聽說這具屍體被蘇聯回收 保存在聖彼得西方的軍事要地 柯特林島上 好,就是這麼多 就是這麼多 好,剩下一些影片 先把影片放進去 看Youtube給我 Youtube 還未up好 斷線最麻煩,斷線有特別多東西 斷線接合起來,又要等時間 1489 準備關卡,我看看整完影片多久 不知道下午開不開,如果弄得太久,可能3-4點都未弄好 我收了,先弄一條影片 這部門不會關閉的,看看怎樣弄好 VD嗎?剛剛在說什麼 在說這個 我每天都說,至少兩天說一個 兩天說一些特別的新聞 Youtube又剪掉了 我先弄一些影片,看看再開不開玩 拜拜